雨水很快就能渗透下去 那么再加上中超的每场球比赛之前都应该会浇水 走向成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标志 为什么这么讲 再来看这次出现了机会 在进局里面倒地裁判示意 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上这次山东队的进攻已经越位 被广州城抓住了两次 所谓的快速进攻机会吧 那么打进了两个球 是 张立鹏直接选择了川中 这球落点不错 这个球的落点让山东队的后卫其实挺难办 吉祥 吉祥的那个 但是后面没人抢第二点 我觉得就算拿下来 看看两打多 突出的攻门 这一次顶在了门内 两打多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他来到中超之后的进球账户的钥匙 上一场比赛是为球队首开记录 还是转移到维朝这一侧 他是目前广州队进攻的主要发起点 还是选择内歇之后 直接选择了要打门 同样打在了门内 还是山东队在禁区里面 两打多背身已休之后再交出来 转移到了另外一侧 还是进行道 直接再蹲向另外一侧 头球再点 两打多 再挑 好球啊 左脚打门 球打高了 整个这次的进攻 两打多将自己的个人能力进展无遗 左侧转右侧 右侧转中路 最后摆脱之后的射门 整个的这次进攻以一脚射门来完成 挑这一下 是点睛之笔 只可惜就是最后没办法压低 两次在几乎相同位置的定位球都看得出来 这名上赛季韩国联赛MVP 脚法非常精湛 孙准浩自己再抢下来 再搓起来 后连的偷球 在门线上被补出来 还有没有机会 脚活根想再打 山东队的这一波 由定位球衍生出的进攻组合拳 险些取得第一个进球 这个球广州队逃过一截 可以讲 如果不是门前的那个防守队员 拼力一搏的话 这个球一次进攻 二次进攻 三次进攻 都有机会进球 是这样 时刻踢球一直都相对比较从容 跟他的性 个人性格有关系 掉进来 门将出来了 刘建作球没有能够打远 进进道 这球他是想直接掉门的 但是调整的时间有点多了 还有机会 还是进进道 连续的摆脱 和变相 再传进来 是不是合理或者是他的能力 是不是能打 看看这次机会 一脚非常 应该说是一次非常不错的配合 但是很可惜最后的射门 没有办法压低 那么让这个对手更难的去对他进行侵犯 胡锡涵 左脚扣过来之后右脚传 还是要找梁纳多的头上 这次裁判给了球门球 好球 中路 声中队大脚解围了 这边反而给到了进行道 看看这次快攻能不能打成 再观察梁纳多的位置 进行道传 漂亮 哎 这下给球给的不好啊 说早了 说早了 但是裁判吹了这次对金纳多的犯规 把球再推到右边 进行道 左脚来传 过来不错 梁纳多 这次的投球顶得还是太正 没顶时啊 这个球刚刚蹭到了一点点 所以力量顶不上 吉祥 在观察远端队友的位置 左脚大范围的转移 费莱尼上场之后的第一次出球 还是吴兴涵 那些吴兴涵还在选择射门 这下有变相 这是没方打了一下 因为大家现在看到埃格森 大多数进球都是由定位球 阿兰直接打门 这次王大雷做出了一次关键的扑就 缓开了一个射门角度之后 马上起脚射 应该是兜得太过了 看山东队这次右侧的脚球 还是赵菲莱尼的头上 这下双方的球员出现了争执 高准一和菲莱尼两个人之间爆发了摩擦 双方的球员赶紧见两名当事人分开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惊艳的一些举动 还有机会吗 王大雷单拳打了一下 在外围二控还是广路队的控制 再给到洪宝文 再兜传进去 后点 第一点被山东队顶出来了 高准一 再传中 手门员啦 比较高 这种球对于门将来说是很容易处理 现在挤住了 能够拿住球 那么这时候进攻就有起色了 但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往这个区域里面走 好了 埃克森 来了 来了 阿兰 来了 左脚拿一脚 你看就是稍稍打偏 还是埃克森和阿兰两个人之间形成的配合更有威胁 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在那个地方能做点文章的话 你马上就能出来机会 球还没出界 吴兴涵 把球再拿了 给他机会了 一对一 左脚传 菲莱尼胸部停下来 没有打门的机会了 回敲出来 孙准浩 还是孙准浩 张林鹏那边已经回来了 再给到吴兴涵 敲进去 菲莱尼 他的支点作用很明显 再传 看他这次 后点 吴兴涵 球又打高了 进去里面只有一个郭天宇了 所以还得等菲莱尼进去 吐球 徐欣 还有一次传中的机会 再传 看看菲莱尼这次的吐球 射杀 93分钟 还是菲莱尼 解决问题 这个进球 标准意义的绝杀 这也是中超打到现在为止 第一支有望取得两连胜的球队 标准意义的绝杀 还是菲莱尼 没有了 这个时候 王迪 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凭借着比利时 中场 高老费莱尼 独秒绝杀 山东泰山队 这是他们的主场 1比0 击败了广州队 收获了联赛的两连胜 中场比赛 击败了 中场比赛幺尽